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部在1999年上映的经典影片《那山那人那狗》 跟电影文艺田径的气质相反 影片幕后的故事可以用精彩分成甚至离奇来形容 如果回溯22年前影片上映的经历 恐怕会让导演霍建起不堪回首 据说影片当初只卖出去一个拷贝 又传闻一个拷贝也没卖出去 所以票房为零 不过如果你由此认定 这部影片再现了不少国产文艺片的窘境 高口碑低票房那可就错了 两年后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火热上映 最终斩获了高达8亿日元的票房 创下了国产影片在日本上映的最高票房记录 影片还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来回一趟啊 二百二十三里 要站三天 中间歇两个晚上 我知道 那山那人那狗 衍生的家伙还远不止如此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她是演员刘烨的处女作 十九岁的她因此一战成名 可谓出道及巅峰 想当年有多少女性观众 淹没在她清澈的眸光之中 另外 饰演她父亲的老戏骨 藤汝俊 当了几十年的绿叶 这是她第一次出演男主角 然后就捧回了一顶 金鸡影帝的桂冠 老二 跑慢点 她还没走惯呢 她跑塌的 我没事 影片幕后的故事跌宕起伏 其实影片本身 是特别简单的一部公路片 父子两人带着一条狗 在三天两夜里 走了两百多里山路 给乡亲们送了一趟邮件 藤汝俊饰演的父亲 是个乡村邮递员 他常年在外送信 父子间亲情淡漠 两个人走路总该聊点什么 可我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因为爸不常回家 我小时候从不爱走 别人都特别羡慕我 其实他们都知道 我心里特怕我爸跟他特生 影片中有一句父子谈心时的台词 让我至今记忆清晰 细意的儿子说道 在外的人总是有很多种原因顾不上想家 倒是家里的人更坚挂他们 这句话隐约表现出对父亲的怨念 后来父亲退休后 儿子顶班上岗 第一天上路 父亲决定陪他走一程 一趟山路走下来 儿子了解了父亲的善良 恪守的责任 牺牲利益来维护的尊严 他对父亲的怨气逐渐消散 山村借宿的夜晚 儿子在睡梦中依偎过来 腿搭到了父亲的身上 爸 该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爸 该走了 老二听见了吧 他喊我爸 我们总说 中国父亲的情绪是内敛的 他们羞于表白 不善于对子女阐明心境 而隔阂往往产生于此 影片的高明之处 在于儿子在这三天两夜 透视了父亲数十年的人生经历 包括他和陈豪饰演的 美丽的动族女孩相遇 都对应着年轻时的父亲 和母亲一见钟情的桥段 这和他心目中原有的那个 总让母子俩相依为命 缺乏责任感的父亲大相径庭 我们来了 来了 这是我儿子 以后送信的事啊 就由他来干了 影片的结尾 儿子领着狗走上了父亲的道路 这象征着传承的行为 感动了戏里的父亲 戏外的观众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儿子能否将这条路走到底 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他对父亲的谅解 以及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 导演霍剑起曾经谈到 全世界不论哪个民族 家庭的关系都是相通的 一致的 这也许就是那山那人那狗 能在世界上 获得无数知音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